众所周知,最近全红禅携手陈玉希再度夺得十米双人跳台的冠军。 在最近几天的比赛中,她已经连续拿到两个双人项目的冠军,对于全红禅来说无疑是非常好的事情。 另外一方面,全红禅在十米女子单人跳台比赛中,则是两次非常遗憾输给队友无缘站上最高领奖台,这可能是让有些粉丝为她感到可惜的地方。 但从目前来看,单人项目尽管输掉,但全红禅目前收到的好消息还是要比坏消息要多。 首先是拿到两个冠军之后,正常来说全红禅能够拿到一定的奖金。 毕竟像这些选手参加国际大赛选拔赛拿到冠军,一方面可以获得后续国际大赛更多的参赛机会。 另外一方面,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国家队一般会出面给予这些选手一到两万的奖励。 考虑到他们是双人完成的项目两个人估计会进行评分,不过拿到两个冠军,全红禅大赛率还是能够拿到数万的奖金,这算是一笔非常不错的奖励。 另外一方面,尽管在单人项目没有能够拿到冠军,但凭借着此前一直稳居前二的好成绩,全红禅目前收获来自于奥委会的惊喜,确定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。 这意味着,红姐明年能够携手陈玉希,继续征战奥运会,继续同台竞技,争夺两块金牌。 这一点对于全红禅来说应该是因祸得福的事情。 相信粉丝看到会非常的欣慰和感动。 毕竟此前全红禅因为自身的状态问题,始终没有能够拿到冠军。 大家说实在都很担心他,都在担心他会不会心态崩掉,影响到后续的发挥,甚至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。 还好从现在来看,全红禅一直坚持到最后有惊无险拿到这张门票,总体来说结果是好的。 另外,在这次选拔赛中提前暴露出问题,对于全红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因为大家知道全红禅这两年一直在克服心魔,他一直在成长中,对于他而言有很多需要提升的问题。 从一个跳水优秀的天才想要成为跳水天后,全红禅无疑要完成蜕变升级打怪,需要体会更多的酸甜苦辣。 对比之下,感觉陈玉希的路子走得可能就稍微过于顺利,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,对他将来的成长不见得是好事。 当然了,陈玉希也努力付出很多,他获得如今这样的成绩也很了不起,不过全红禅偶尔输掉也不见得是坏事。 其实,作为优秀的运动员,在职业生涯过程中遇到困难是非常常见的。 全红禅应该以平常的心态来面对成女败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将来到了更高的舞台,才会有更好的态度和心态面对成败,才能够更加从容地站上最高领奖台,甚至再度拿到奥运会的金牌。 如今,全红禅正在逐渐变得强大,相信明年他可以取得更好的表现。 明年他会有一个际运他,相信明年他会在学校中的指教会把整理中关系之间。 明年你遇到更好的拍摄汇达联络。 对,应该也不见面。 感谢观看